幸好我有一个习惯,就是上高速之前都检查检查车,前面马上到高速口了,我一看,这个边条子开了,然后这个胎压伤感器也丢了,而且右前轮气压非常低,应该是胎压伤感器掉的时候漏气了,我要找地方去补气去,包括后轮也要补气,后轮估计也是缺气的,都要补出人补一下气, 有的时候了,所以说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检查检查车辆,我就停在路边了,要不然你说上高速之后多危险,直接不管不顾的上高速,太危险了,把我的气泵拿出来,然后给它打一下气,前后轮都得打一下,车上备点东西做好, 下到哪儿啊,下到这儿吧, 下到这儿吧, 下到这儿吧, 下到这儿吧,应该很快就能打起来,我这气泵还是挺快的,后轮也得打点,后轮一会儿要补点气,后轮今天白天刮完之后,后轮好像也有点缺气,也补一下, 下到这儿吧, 好了,气泵打完了, 车在排队,都没有地儿停车了,然后我也没有去卫生间接水,我自己那个后边开水,接了一壶烧了壶开水,然后泡了一个大桶面,先吃个面,这边也正在传视频,有点太晚了,这是我后边,多少有点乱,但是乱中有还算有序吧,今天吃完面还要继续往前走, 大家好,我是老狼,我们这块终于解封了,解封之后呢,我也是第一时间就出来了,因为当时出来,我解封就出来,然后原本是计划去云南的,但是我还是想试试去墨河,看看怎么效果,我想去墨河挑战一下,因为也没有冬天自驾去过墨河,而且这车过炉改完了, 你说要不去一趟冷的地方挑战一下,感觉这锅炉改的没有啥意义了,当时也跟大伙说了,都发视频了,改锅炉了,所以说我们现在,我准备去往那个墨河去,然后,哎呀,然后在这个服务区今天,先下了个泡面,买了桶面吃,我想直接在高速上,直接跑到,开到吉林,然后再往上往前走, 泡面有时候吃起来挺香的,忘了搁点那个扇贝肉了,放上扇贝肉不是就海鲜面了吗, 哎呀,看看今天晚上能跑多少公里吧,我估计跑不了太远,因为,呃, 待会儿也得睡觉,要是白天一早一早到一晚上,我会跑一千公里面, 我先吃面了,吃完饭了,然后水也烧了,再来个饭后甜点,准备出发,来个饭后甜点,来个橘子吃, 哎呀,忘了吗,我刚才就,其实,因为这正在传视频,然后冰箱那个,在电脑下边压着,我就没打开, 搁个扇贝肉,搁里边,这海鲜面多好,哎,下一顿吧,下一顿煮海鲜面吧, 基本上现在,我除了上厕所,就用不着,再进服务区了, 服务区停水了,上了个厕所也没冲, 我还想上服务区洗个头,也洗不了,我说逛个热水袋,没有开水,也没有凉水,什么水都没有, 所以我没有办法,走吧,回车上吧,不行,自己烧点水,逛个热水袋吧, 哎呀,到一到入冬啊,我们东北这服务区就有点啥了, 本来我想换下个服务区去看看,结果,这么多大火车给我包围了, 想走都走不了了,所以说就在这休息吧,把床铺上, 这是我今天买的橘子,还有梨,我多贝了一些, 两个桶面,然后我车上还有水,我把床铺上,铺完大伙看看床怎么样, 我已经躺床上了,今天晚上只能在这住了,然后,这个, 今天晚上我想试试,今天是零下七度,我直接一个睡袋不盖被子, 看看下午怎么样,我先把睡袋打,我这个黑冰睡袋, 看看零下七度睡是什么感觉, 还行啊, 这是我今天出行北方第一晚录影,昨天晚上是零下七度, 是在我这个车里边租的,只是盖了一个睡袋,黑冰的睡袋, 然后这个,这块,也算霜了这边,都是霜, 但是已经化了,现在已经是七点五十五了,快八点了, 啊,怎么醒了,要不然我睡一天, 外边那个大火车,在北方的大火车就是这点的, 每天早上醒了之后,它会预热,如果不预热没法走, 然后大火车轰轰轰轰轰轰轰,就一着一着想,现在始终也在想, 一会儿准备起床,这个服务区没有水,也没有热水,也没有冷水, 洗漱,一会儿只能自己烧点水,用这个刷个牙, 简单洗个脸吧,起床,把水袋也叠下来, 收拾车里边,外面已经很亮了, 看过一边大火车,还好早上大火车不多, 一起来我才发现,我说这么吵呢,昨天我选择这个地儿停车, 我当时也看见了,是因为那边有个施工的, 所以大火车是过不来的,结果一大早那施工的车就点发电机啊, 各种的机器的开始轰轰轰轰响, 然后我车是停到这个位置,大火车已经都走了, 床已经收起来了,然后上个厕所, 它在厕所里边还没有热水,上个厕所一会儿自己烧点水, 刷个牙吧,简简单洗洗衣术吧, 可能是因为到冬季了吧,这是我见到最馋的服务区, 车很多,人很多,就是厕所没有水,冷水热水都没有, 然后进厕所还得扫我马,扫行车马,核顺马, 然后进厕所里面的味儿,我这鼻眼都能闻得到, 因为它不冲啊,大的小的都不冲啊, 哎哟我去,看看昨天晚上这霜, 看,这不是雪,这是霜啊, 嘿嘿嘿,哎呀, 哼,这家,都是爽,烧点热水吧,我自己个水壶烧点热水吧, 然后简单刷个牙,没办法自己用我的小壶烧了一壶水, 正好是一壶水泡一个桶面,刷个牙,还把前面的水, 我自己喝的水杯里也加满了,正好够了, 先去刷个牙吧,然后吃个桶面,嘿嘿, 幸亏我自己吃,都自己自足, 面熟了,可惜啊,这个叉子还坏了, 真是倒霉,嘿嘿嘿,真好,吃个桶面, 哎呀,年纪一大啥都忘了, 忘了放哪三杯肉啊,变成海鲜面了, 现在饭还来得及不,算了,不放啊,下一顿没饭, 我把那烧点,没有水啊,没有冷水热水都没有, 我刚才我刷牙都是自己烧的水, 我看你滴这个面,你这是出去玩吗,啊, 出去玩,我看你吃个面,找饭没,你是大货车啊, 啊,对,哎呦, 哎,好了兄弟,来来来来来, 哎呀,粉丝啊,嘿嘿, 里面粉丝都有, 哎呦,盖上这个服务区你没办法, 哎,好嘞,好嘞,好嘞,好,谢谢,谢谢, 没事,没事,没事,吃饱就行了,嘿嘿嘿, 嗯,给他休息一会儿那种啊,我这就走, 嗯,这种吸巴脸, 刚刚有个大车司机,来吃泡面,早饭,没有开水了, 然后我说我帮你烧一点吧,车里边已经收拾完了, 看看我这个车能不能打着火, 昨天晚上零下七度,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车发动着啊, 雨热, 然后咱们还得去加油, 然后咱们还得去加油, 到这儿得加富三五的油了, 一把, 一把着了, 还挺好启动, 我这个,这样能好着, 我就到最内哪儿, 会去墨河, 信息满满啊, 好吧,去前面加个油, 然后今天出发, 我先走了, 我会, 这次去墨河, 我看看我能不能挑战成功, 开着一个, 二手的太油车, 这老外车, 到墨河, 平下二十度, 三十多度, 看能不能挑战成功, 我会记录我每天的生活, 拜拜,